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根是什么 第一个 孝道 第二个 私道 孝道以父母为代表 孝顺父母 私道以孔子作代表 私道是尊敬的 孤身已先先教我们 人生在世 一生要把这两桩事情做好 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各 尊敬要像尊敬老师一样 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孝顺 就像孝顺父母一样 这样才叫孝敬两个字做的话 这两个字做得圆满就是圣人 做得很好 但是还不能说圆满 那就是圆人 做得圆满的是圆人 再其次的是圆人 啊 圆满的始终 我觉得这都是圆满的 buffs students 当时只要跟你俩的 圆满是圆满人 《圆满的肝顺父的求人》 成为圆满的经文 第一句是戒入流利 佛法 佛法学的是三双子 戒 定 慧 叫三叙 戒是什么 伦理的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仪教育 都包括这其中 用戒这个词 意思用得很深 戒说你必须要做 必定要做到 因戒得定 定是什么 我们经体上 清净平等求 心清净 心平等 用心平等 心就 我们从哪里 回归 从迷惑颠倒 回归 从无知 回归 去年六月 我参加联合国的 和平会议 会议完了之后 我到伦敦来访问 上医院接待我 有一位医员 我们在一起 货茶谈话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句话 无知 这个问题 严重 我听了之后 声音有感受 无知是什么 是佛家讲的 痴 贪嗔痴 那个痴 这是烦恼里面 最深的 深层的 所有一切烦恼 都是从他这生出来 出生的 那么佛 对教会 就是要把它断掉 用什么 智慧 无知 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才会干错事情 才会做乱 第一个 糟蹋自己的身心 身心不健康 造作一切无益 将来要受我保 真可怕了 我都没有想到 这位议员的时候 能够说出这个话出来 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 六道里面众生 是发进入众生 无知 真正明白人 怎么肯造我业 怎么会毁弃自己的前途 不可能 那我们要 从无知 回过头来 开智慧 要不要 要 怎么做法 就从戒定会 戒 刚才说过 它里面的根 就是 伦理教育 那个根 也就是说 伦理里头两个 一个孝 一个晋 这是戒的根 没有这两个字 如果是学戒律 也是学皮毛 为什么 它没有得到 戒的功德 没有得到 戒的真实利益 戒的功德是什么 戒的利益是什么 是清净性 直接的人心清净 为什么 它放下了 应该放下的 彻底放下 不再留意 不再留意 有点 感谢